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進入新手影片的第二集 這一部影片是我學生提供給我的 他真的是我的學生 上我高中初學 高二的學生 他是個好孩子 他非常積極 提供他新手的影片來給各位觀摩一下 廢話不多說 Let's go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引擎 因為他在run in 所以他就會到一定的轉速 他就會放鬆他的油門不會把轉速往上拉 而且你看他線就會走得比較旁邊一點 不要去擋到人家 所以你聽到他這樣 或是路線走不對 所以不要想說 喔他這個新手犯的錯誤蠻嚴重的 不是 他是在run in 因為他也沒那麼新啦 好嗎 他這個車子也是線流的 就是沒有全輸出啊 也是線流 X30 你聽這引擎聲音就是X30 而且他就放在就是 車子的左邊是他的水箱 然後他的相機是架在那個位置 好好看喔 他提供了三段非常精彩的影片 真的 真的 我們真的要好好地學習一下 他真的人蠻nice 他就說老師我有 就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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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我說好啊 他說給各位車友就是 大家來分享一下 很可愛的小孩 很可愛的小孩 來了來囉 刺激了來囉 應該是畫面要出現的倒數 5 4 3 2 等一下29一點 好1 開始 喔 有沒有 他車子就滑出去了 這為什麼會滑出去 各位車友知道嗎 因為他方向蠻大著 再加上他最後 又補了那一腳煞車 他一開始有那一腳煞車 但是 因為他發現 車子可能沒有一直進來 很推頭 他就又再補重了一點點 然後 就整台車滑出去 所以是這樣滑出去的 所以他會滑出去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他方向盤一直打著 第二個 他又補了很重那一腳 所以你只要取消其中一個就好 方向盤回正 腳補重一點沒關係 因為那時候在直線 他可以承受 很大的摩擦力 是在煞車 這個是OK的 那 不然就是 你方向盤繼續打著 但是你那一腳 最後那一腳不要怕說 那車子要出去又踩中 你就是稍微hold一下 他會慢慢劃也會劃進來 只是他反應會比較遲鈍而已 會比較晚才劃進來 那種感覺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兩個只要取消其中一個就好 就會避免掉剛剛那個情形 因為很多車友在很怕出去的時候 他的腳都會再偷偷出力一下 偷偷出力一下就常常就會造成這種情形 而且你方向盤又打著 而且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他一進去泥土 然後再出來泥土的時候 他的輪胎大概不到一圈 輪胎就乾淨了 所以不要害怕 可能就是從泥土出來的第一個彎 稍微小心一點 那第二個彎應該就很接近正常 你也可以看一下影片 那這時候就進入到第二段了 第二段精彩畫面 好好看 他一直超車 他現在沒在run in 他就要瘋狂超車 因為現在可以全輸出 限流的全輸出 不是真的沒有限流的全輸出 只是他現在油門就會踩到底了 前面那一台車超過的也跟他一樣是X30 他就想要跟著人家後面去追擊人家 這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在追的這個過程 你會很明顯看出來 他會受到前車影響蠻大的 前車煞車他就煞車 前車加油他才加油 離太遠了 而且節奏很容易被前車帶著跑 這個一開始在開車的時候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那你越常開 開越久以後 你這個情形就會越來越消除了 就盡量不會被前車影響 而且我相信各位車友都有打過電動 實際上跟著前車 要把前車當幽靈車透明的 真的是這種感覺 精彩畫面來了 注意看 有沒有 他這個為什麼會出去 他除了跟上一次 有同樣的原因 因為我有放慢動作看 他這個腳 他發現他要出力 他 他發現他車子要出去 他腳又多出力了一下 最後又再多出力一下 所以整台車子就甩出去了 那為什麼會甩出去 其實有幾個原因 是因為他那個腳可能踩得太重了 所以他重心會突然一下的轉移 因為我們不可能 重心永遠真的是很直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點點偏差 當你煞車踩很重的時候 那個重心差一點點 沒有在正中 差一點點 他車子就會產生一些甩出去的動作 他就是這樣發生的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他剛會甩出去 其實是一個輪子 在路岩石上 一個輪子在路上 這兩邊抓地力不一樣 你煞車踩太重 他也會有這樣的情形 了解嗎 所以他犯的錯 基本上是很像的 然後前面這個 來救援的是施逢 他是其中一個賽事的裁判長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去大陸溫州 比賽的時候就跟施逢坐同一台 飛機 然後那時候他還帶一個引擎 然後他也是去 然後他也是去 對岸 做裁判長的工作 他做的豆干非常好吃 我一直在期待他上市 你看我們 開車 去那裡都很像在交朋友 有沒有 施逢豆干 好吃 我不知道他取什麼名字 他也只是有時候來賽車場 會自己做來給我們吃 發現真的 很美味 超厲害 真的很厲害 很強 而且我又喜歡吃有點辣辣的 然後他又做的有點辣 然後又有香菜 你懂嗎 然後又有蒜頭 然後又 又一點點醬汁這樣子 不要再形容了 這不是吃播啦 這賽車 好嗎 接下來進入到第三段影片喔 注意看 前面有車很想追 這是很正常的 年輕人都是這樣 因為看到前面有車就想追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他如何超車 你看他很想追 他剛剛那個1號彎就 太晚煞車了 然後進去就是 車子一直轉不進去 然後他又硬拉 然後又慢慢踩 然後整台車就在裡面 跳舞 車子踩到跳舞就不對了 你要讓他很順的進去 很順的出來 很流暢 好 他現在越追越近 那你等一下要來看他 怎麼超車 這真的是個很好的經驗 來了 仔細看喔 啊 啊 轉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 離太遠了 本來收油 不要過 後來又加油 又想要過 那你又離很遠 又射進去 他都已經在拉進去彎裡面了 他根本看不到你 最安全的方法是 你在他轉彎之前 你就跟他並排 他就知道你了 他在拉方向盤要轉彎 直線煞車彎 要轉彎之前 你跟他並排 這時候你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嗎 不要這樣就是 他已經在轉彎了 你還這樣擠進去 那兩個不是就是 在那裡撞在一起 是一定會發生的 而且他剛剛進彎的時候 有點猶豫 要超不超有猶豫 還有收油 又再加油一下 不要猶豫 知道嗎 而且你看他有做一個很好的動作 他發現他車子的尾巴 後面 還是在賽道上 他就下車 又把他往裡面拖 這個是個很重要的動作 如果你發現你車子是故障在賽道中間的話 你要把他拉到 不是賽道 這樣子 又是失縫來救他 各位車友這樣知道嗎 記得如果你 失控或者是車子沒有動力 停在賽道上的話 你記得 就要下來把車子拉到 就是不是賽道的地方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然後記得你在下車的時候 要看一下左右有沒有車 彎道進來有沒有車 OK 然後再去拉車子 這個很重要 要小心一點 然後你撞完的時候 你車子可以稍微開一下 看看 直線歐巴OK 方向盤有沒有歪 左右轉可不可以 稍微感受一下車子 盡量當然不要碰撞是最好的 那記得盡量不要猶豫 因為猶豫就很容易碰撞 而且在進去之前 心中要默念 車價是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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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進去 了解嗎 開玩笑的 就是果決 果感 直接進去 不要想太多 不要猶豫 如果發現自己猶豫 那就下次再操 下個彎再操 如果要進去 就直接進去 了解嗎 這就是我的建議 歡迎各位車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們 下次見 拜拜